刚刚我们就用《玛丽基书》三章十六节 我们再读一次来讲用这个法文神属性《茶经法》 以及如何能够将它说到应用在生活里面 一起读一下 《那时敬畏耶和的彼此谈论》 耶和质疑而听 且有纪念策在他面前 记录了敬畏耶和施念他行的人 其实这个经文里面是讲出很多神的属性 如果我们经常都记得 我们就会得到很大帮助 其中一个 其实每一个属性都可以成为一篇道 譬如我今天讲的一篇道 留意 是我在《非基书》上 神给我这个意念 我将它写为一篇道 在这里有什么意念呢 第一就是 神看小卑微的人 为什么呢 卑微的人在讲归耶和华 因为他没有讲到高贵的人 任何一个人 多卑微都好 在那里谈论耶和华 耶和华就会侧以而听 而且有些真的说得 不是那么完全都有 甚至有些说得 都不是对了 都有时有时 比如有些地方 有些观念是对的 但神都不会计较 当然神想我们讲得更加对更加好 这个我们都应该追求的 但是说 如果我们的心很想荣耀神 讲到神的作为 讲到神的美善 的时候 神就在此质言而听 第一句就是 不看小任何人 他不是要求你去到什么 很高的境界 正如我曾经说 一杯凉水 神都纪念 这里总是你谈论 应该是关于神的事 或者不一定谈论 关于神的事 或者帮助人 行出神的真理的事 神都会不看小这个人 好像一杯凉水那么少 神都会纪念 或者一个卑微的人 就是卑微的人 卑微的动作 而且他是留意每一个人 就是说 无论是 其实他要照顾人实际很多 但是他都能够 个个都兼顾留意 而且他是专注 就是如果很多人 结婚了就会发觉 跟配偶 或者跟子女聊天的时候 他们周时来说 就会看手机 聊聊天又会看手机 看个钟 扭扭令 一路想快点讲完 这个都是专注 但是神 其实神 如果我们做神 我们都会觉得很厌烦 有些人很长气 有些人说话很长气 有些祈祷很长气沉悶 人家说来说 我好惨 我好惨 我好多困难 但是神都是 侧耳而听 就是神的极度高度 忍耐 这个属性 忍耐 接立人的软弱 接立任何人 和接立任何的小小行为 这些小小的说话 关于神已经很欢喜了 所以应用就是说 我们任何的小小小 关于神的东西 神都很欢喜了 这样的时候 是给我们很大鼓励 不是要达到 多高多高的程度 我们开始说 神就欢喜了 当然我们都想追求更好 更加讲出神的尾线 好了 他听的时候 他不只是听 听完就忘记了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 听而记得的人很少 第一是留心听 第二是听而记得 神是会有纪念策记录 这个是神的高超能力 我们个个都有生命策 记录了我们一生人所做的事 作为参考 有些人上天堂都说 看到他的纪念策 就把他的生平 就好像影片播出来 然后旁边就有 神的手笔 这些作为参考 就写出 我为他很伤心 我很关心他 就是说出神的感觉 就是看得出 神是会记念 记录低我们所有的经历 所以我们被人害 被人伤害 被人有些负面影响 我们都不要紧 因为神都会记念 祂会留意到 祂知道我们的需要 祂会祝福我们 祂会记录低所有敬畏的事 就是我们尊敬祂 以及思念祂明的人 祂都会记录低所有 他们的心思意念 言语行为 都会记录完 这就令到我们知道 很容易讨辞人起源 应用在实际生活 不是我们要够好 不是我们要够伟大 总之 我们时时看到神的美善 我们的口一说 就是神的美善 神就很欢喜 神就会记念 记念 跟着就记录 跟着就赏赐 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 很轻散的心 神是容易讨好 神是必然记录 所以我们所做的 并不是徒然 有时我们传了福音 可能别人都不听 不肯信 但我们做了 我们应份做 神是欢喜接受的 所以这个经文 令到我们觉得 跟神很近 很容易讨他喜悦 很容易走到他路上 也都 神都做工 即是当我们跟神 跟人说神的事 做工 神就会质意傾听 神就会去祝福那个人 带来喜乐 平安 所以 我们日常生活 能够时事 讲关于神的事 是神欢喜的 不过 现在讲实际的应用 我们又不要由早到晚讲 我们思念 就可以由早到晚思念 如果我由早到晚 见了人 就不肯地讲耶稣 那个人随便很喜欢 如果你不喜欢 他不喜欢 是相反效果 我们就回应他的情况 他的需要 在适合的时候 一讲出来 这个是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 就可以影响他了 所以这个经文 给我们认识神的那种美善 容易亲近 容易接立 容易得到他欢喜 容易得到他赏赐 容易得到他的记录 是令到我们觉得很轻松的 一觉得不轻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些不轻松 我有时也会有 我就一直提醒自己 其实神很欢喜 我不用那么介意 神今早用这个姐妹的分享给我 我真的有很大的鼓励 神是纪念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就有信心了 我想问大家 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这种信心状况 神很欢喜 我所有想神的东西 我喜欢神 神就很欢喜 我赞给神就欢喜 我一直煮饭 一直多谢耶稣 哈利路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真是好 一路整天想他的美善 神就欢喜 神就纪念 神就上前 你都得力 大家觉得这件事难不难 有没有进步 你们在这方面有没有进步 即是说在这个思念神 和谈论神 有进步 OK 感谢主 真的可以随时有什么 我们都可以带出神 但当然也不要立刻带出神 为什么呢 譬如有个人说很伤心 第一个人说出什么先 先留意他先 他有伤 我知道你不开心 有痛苦 有困难 先回应这件事 然后再去回 神都在留意你 神都知道你伤心 他很关心你 祈祷真的会松一点 你想试试祈祈祷 带出耶稣出来 相反 我说相反 我知道有些基督徒 出俗教堂是不会讲耶稣 是不会提耶稣 是很少想到耶稣 只是回教堂他就会做 或者他灵修 有些有灵修的乖 他就会想 但平日是少想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推广这个文化 一路时尚思念神 谈论神的东西 令到人得到帮助 得到鼓励 这都是智慧的 不是东西都讲很多的 有时讲少少 就已经很好的 好 我希望大家查经 都是常用这种方法 好 现在我们就会分组 分两组 那讨论什么呢 就是说 今天讲的主题就是 留意神能那里 那我们就思想神的作为 我们就留意祂作为 我们又关心神的东西 我们又关心人的东西 就是几方面 一个就是神 关心我们 我们学到 留意到关心 那这几方面 大家去思想一下 你会不会看到神 关心你的东西 留意你的东西 我们能够有这个 关心神的心 关心人的心 三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 或者说不完也不要紧 就是一部分 你有一些总要点就可以了 是 是 是